增加学测鉴别度 拒绝繁星挪用直考名额 大学申请入学第一阶段筛选结果出炉 许多消息因同分的申请考生过多 筛选率提升 以清大奠基性遗嘱为例 原本只拟定从120名正式考生中选出40名招收 但同分考生太多 结果开放506名 可以进到第二阶段的面试 筛选倍率高达12倍 也意味着放榜的录取率只会剩下8%补到 今年的大学申士竞争反而更加激烈 像清大奠基系的遗嘱 他们只采集两颗就是数学跟自然 也就是只要数学跟自然都满级分 就30级分就塞进来了 所以一下子塞了500多个 那请问各位他们收到40个人 他们怎么做好这样的一个审查跟面试 今年学测采集科目减少 改成5颗最多3采4颗 结果还是引发家长考生的焦虑恐慌 并质疑今年考题鉴别度不足 像是数学科满级分有7782人 比去年多了一倍以上 使得社区高中学生申请入学的时候 得下修制允许 跟以前比起来他们的录取的状况 比以前差了许多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高分群的都已经把名额都占走了 所以就一次的影响到很多社区高中的 一些参加的一个机会 另外更有家长担心如果考生5月放榜时 未获录取也没充足时间准备7月只考 家长联盟表示 主张增加至少12个资源数及缩小分数几句 解决考生田资源焦虑与鉴别度不够问题 并要求各校部的挪用指考录取名额 今年繁星超额是非常严重 我们不是要跟繁星的孩子作对 我们认为每一个途径都有存在的必要 但是当繁星超额不是这些孩子造成 制度造成的时候 请教育部招联会 不要轻率的挪用指考的名额 那的确部里面也很担心大学选材 会不会因为同分增额的状况 那有需要去做增视能量 去影响到它增视品质的部分 那在我们第一阶段增视结果公布之前 我们已经有协调各大学 应该要及早做准备 那如果有任何需求 我们也都行闻各大学 可以另外在行闻请教育部 做一下相关的协助 教育团体及家长团体呼吁政府 忠实入学制度公平与私信 对此教育部表示 以新闻通知各大学进行协调 后续也将折成大考中心 几招联会检讨整体申请制度 原则新闻 胡逊许小龙台北市采访报道 小龙台北市采访报道